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11月份的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 11月份不是一个轻松的月份 而且也可能不太平静 基本上这个月份是延续10月25日 这个天蝎座日始以来的一种比较神秘紧张的气氛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月份 最好能够以减欲凡 或者是能够尽量简化自己的生活 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可能会干扰我们 而且很多事情它很费力的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要管太多的事情 往往不见得能够达到你预期的目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的星象 这个月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以22日为一个切点 在22日以前太阳都在天蝎座 所以从10月底到11月22日这一段时间 这个月份里面因为还有一个11月8号的月时 所以会带动一个整体有很大的一种变革的状况 同时天王星跟土星的力量 在11月22日之前 它的发挥力最大 很容易带动一种革新 一种冲击震荡或者是有中断 或是断舍离的现象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做出一些决定 如果不是要割舍或是要做出决定 不是要承担责任的话 往往也会需要很有耐力的解决各种问题 或者是很有耐心的等待时间过去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如果以这个云霄飞车来做举例的话 各位你可以想想看 你上云霄飞车的时候 你会背背包吗 你会提东西吗 当然不会 所以这个月份的前半段 如果你想要过得比较轻松自在一点 那就要让自己可以比较专心在某些事情上面 就比较容易成功或顺利 那么到了22日开始 我们会感觉到有一种曙光出现 因为进入了射手座的月份 射手座比较乐观 比较阳光 比较让人有希望活力的感觉 所以这个月到了22日开始 你会感觉好像车子要出隧道 看到光明的感觉 但是这个22日开始 它其实还是有埋藏到一些些 我们要留意的议题 虽然从22日到24日左右 是一很好的时间 因为来到了射手座的月份 而且木星也会在24号开始顺行 木星是幸运的星 所以它顺行了 代表可能比较正面的力量 它就开始加速了 可是不要忘记 还有一颗火星 一直在双子座逆行 双子座逆行的火星 它就会对冲 太阳、金星、水星的这一个角度 所以变成22日之后 特别是越靠近越底 往往会有一种好坏夹杂的现象 好的事情是 我们知道只要任何的行星 来到了这个变动星座 特别是来到了这个所谓的阳性星座 射手还有双子 它会带来一种比较开心的气氛 然后呢比较 好像让人家比较有成长的动力 而且呢可能有一种投机的赌性 就是有机会来 你如果抓对了好像可以 得到一个好处 或者是得到一个机会 可是呢因为有火星存在 所以它的反面的状况就是 可能在这段时间 有些人会说啊是不是水腻了 不是 是因为火星在双子座 跟这个射手座群星对冲的关系 很容易发生什么呢 口角冲突 或者是呢有一些比较容易 造成大家征战 甚至有战争的那种味道的事情出现 所以反而我们要再进入射手座月份呢 谨言盛行一点 有的时候呢讲话太直白 你很容易啊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 本来没事的 一讲大家就开始有怒气起来 所以这个月份 我觉得到后半段 我们要做好的是情绪管理 而到了射手座的月份 其实我们如果拿这种 游戏场里面的这个 咖啡杯或者是说呢 它是像泡泡车的感觉 就可以感觉到 在这个下半部的部分 很容易有冲撞 那当你有转环空间 只是说看你怎么样去驾驭 你手中的这个方向 那么整体来看 我觉得呢 就如同我们刚跟大家分享的 11月份 当然有可能渐入佳境 但是前提是 你要把前面的事情处理好 你要排除一些 不要太浪费时间精力 或者是不该再去 钻牛角尖的事情 这样你才会有新的空间腾出来 让真正好运的 或者是新鲜的人数 走到你的生命里哦 我们来看一下个别星座的运势 这个月呢 有一个族群呢 我们要特别留意 叫做上升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上升太阳在金牛 狮子 天蝎跟水瓶座的朋友 这个月份呢 这几个星座呢 很容易面临到一些比较大的冲击 特别是像金牛跟天蝎 比较容易面临到是人事关系的问题 也许是冲突啦 竞争啦 结离婚啦 合伙啊 或者是拆伙啊 这种事情特别多 那如果你不希望 事情走到这么绝对的话呢 可能金牛跟天蝎这个月呢 要学会适时的妥协 或者是适时的转个弯 正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事情 那么我觉得比较不容易呢 走到一个比较极端的状况 但是人际关系上一定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转变 那正向发展可能是脱胎换骨 那反过来讲可能就是 你必须要跟某些不适合的人事物说再见 同样的上升或太阳在 狮子或水瓶的朋友 这一个月呢 很容易面临的状况是职场 或者家里的大的改变 可能是你要换工作啦 或者是说这个 你打算要这个创业啦 或者是你的公司有一些变化 你换老板啦 当然也可能你是非自愿的要离职 可是这件事情会不会不好 也不见得 其实很多答案 早就在这两个星座的心里 只是你等那个时机让它发生 好 那另外也有可能反过来就是 你家里面有人需要照顾 或者是呢 你终于啊 这个摆脱跟家人的意见不合 所以呢 你决定要自己出去独立 也可能 另外也可能就是你要处理什么 搬家啦 买卖房地产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 所以在生活上面就会有很大的转变 所以也是呢 这个上升或太阳在狮子 还有水瓶座朋友呢 你必须要放慢脚步 好好的留意啊 好好的处理的 那么再来看看呢 大家呢 很在意的感情啊 这个月其实啊 感情上面来讲呢 我觉得嗯 比较好的族群啊 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11月22日之前 上升或太阳在巨蟹 好 双鱼的朋友 特别有人缘 跟其他星座比起来 你们比较容易有桃花 或者是感情表情进展 像巨蟹座呢 你可能成为这个群体里面 大家都比较依赖 或者是仰望的一个角色 那么双鱼座朋友呢 你可能呢 就是有比较多这个玩乐啊 社交的机会 当然感情运好 可能也会花比较多钱啦 不过是令人羡慕的 22日之后啊 因为比较多行星 来到了射手座 所以上升或太阳呢 在白杨士座的朋友 你们就开始如鱼得水了 参加年度的这些活动啦 或大家聚会啊 party啊 很容易啊 就是在友情当中 资深爱情 或者是现有的关系 变得更融洽啊 要恭喜你们 那么另外呢 有两个星座要特别留意 就是上升或太阳 在射手跟双子的朋友 这个月是你们工作上面的忙碌期 所以你们比较容易啊 在工作当中或日常生活当中啊 跟人家有产生一些摩擦 或者是你要去摆平一些问题 好处是你有可能因为 这样的关系 在工作当中资深爱情 但是呢这个月啊 特别是进入这个射手座的月份 你们也比较容易呢 在感情上面 或者一种比较 风风雨雨的状况 那好处可能就是说 吵吵闹闹啦 对不对 床头吵 床尾合 那另外一种状况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你可能面临到很大的竞争 跟别人这个抢对象啦 或者是说 有些事情你可能必须要去处理 因为它中间有一些冲突的问题 也是要特别小心一点的 那么再来看看事业运 事业运呢 这一个月呢 我觉得不错的星座呢 有第一个是摩羯座 如果你的上升或太阳 在摩羯座朋友呢 你现在的事业运就是 哎 继承你之前上一个月的努力或成果 慢慢有打开知名度 发挥影响力的时候 甚至可能呢 掩而优则导 变成在幕后啊 给大家做下指导棋的训练的人 当然你有可能呢 现在就要准备着手明年的新计划 就要恭喜上升或太阳 在摩羯座的朋友 再来呢 是上升或太阳在双鱼座的朋友 这个星座呢 在这个月很容易有牵动 或者是晋升的机会 换工作啦 出差啦 外派啦 或者是真的拿出表现 被长官看到 当然你可能在争取好的这个烤鸡 这个月也是容易的 当然它需要一点竞争 需要一点表现 所以需要双鱼座的朋友呢 你要有自信哦 再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上升或太阳在 白羊座的朋友 白羊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特别容易有 跟外国远地的缘分 也可能呢 你要涉足新的市场 或是跟不同的这个背景的人合作 所以白羊座有一种开拓视野 而且呢 拓展你的发展可能性 所以前途是有更多的路可以走的 所以这要恭喜上升或太阳在 白羊座的朋友 另外呢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 这个月啊 你特别容易啊 有这个发言的机会 而且呢 不但是发言 你的发言会被人家看到 会被人家参考 会被大家肯定 有的时候呢 往往呢 也可能啊 就是只有你看到核心问题 点破大家的盲点 然后被大家非常仰望的这种眼神看待着 所以我觉得初女座在这个月 如果你的工作跟媒体啊 跟说写啊 教育啊 推广啊 或者是这种宣传有关的工作 往往你会做得很不错哦 要恭喜你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财运 好多人很在意财运对吧 所以这个月呢 我觉得啊 最需要这个小心财运的啊 应该是上升或太阳在 白阳或天秤的朋友 因为呢 这个月你们的财运呢 有一种好坏两极的现象 你们有机会赚大钱 但是也有机会花很多钱 所以往往它是并存的 你怎么样去处理好你的财务 重新规划你的投资 调整你的这个财富的分配或时间 对不对 你有些时候把时间花在某个地方 结果赚不到太多钱 可是反过来可能你可以做调整 那么我觉得这样会是 有利于你们财富发展的 这个好机会 那么另外一个组合呢 就是上升或太阳在 天蝎跟金牛的朋友 这个组合很有趣啊 你们的财运跟人有关 而这个月刚好你们要处理人际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转换了这个合作伙伴 那当然你的收益会不一样 如果你有结婚或是合伙 那当然也会有得到 另外一半的好处 或者反过来你如果离婚拆伙 可能要清算 要拿这个赡养费 对不对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继承的机会 当然也会带来财富的可能哦 以上呢就是我们的11月份运势啊 听起来非常的怎么样 需要大家乘风破浪 不过我相信 只要我们有信心都能够顺利过关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